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G是一个平面区域 它是大写G这个平面区域的一部分 仍然是把某一个事件看成是往这个大写的G这个平面区域内来均匀的投点 那么点A点落在这个G区域内的这个范围 它的概率呢是等于G的面积 除以大写G的面积 当然呢 还有一些提醒 如果有三个变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还可以设计空间的图形问题 比方说小写的V是这个空间区域啊 空间区域大写V的一部分 仍然是往这个区域来均匀投点 那么落在小写V这个区域内的概率呢 是等于V的体积 除以大写V的体积 这三种情形 这三种情形 我们把它当成是几何概性的三种简单模型 那么我们在处理现实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呢 常常可以转化 通过转化思维 转化成这三种情形 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几道立体来进行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立一 有一段长为十米的这个木棍 现在要结成两段 每段不小于三米的概率有多大 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这个木棍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条线段AB 这个AB的长度是等于十米 现在呢 我们要把它结成两段 既然要结成两段 就要在这个AB这个线段上来寻找一点 寻找这一点干什么呢 把它当成节点 那么这个点落在什么时候呢 落在什么地方 满足什么要求呢 他说每段不小于三米 如果左段小于三米的话 那么这个点就落在了 这个地方 C和A之间 这一段是三米 如果这个点落在了AC这一段线段上的话 那么这个左端 它的这一段呢 它就是小于三米的 不合体 假设这里有一个点D 它离B点的距离也是三米的话 那么当这个节点落在了BD这一段的时候呢 它也是不满足题目要求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问题 事件A就表示什么呢 往这个线段AB上均匀的来投点 当点落在CD上的概率 因此这个事件如果基为A的话就有P 它就是等于CD的长度 除以AB的长度 那么大家看AC的长度等于三米 BD的长度也是等于三米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CD的长度应该是等于四米 再除以整个是十 所以零点四 因此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每段的长度都不小于三米的概率是零点四 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道题来进行一个辨识 一个实验是这样做的 将一条五米长的绳子随机的结成两段 事件T呢 表示所切的两段绳子都不短于一米的事件 很简单 跟它的做法是一样的 五米长的一根绳子 现在呢要结成两段 是每一段都不小于一米 那么我们在这里取一个一米长的段 在这里取一个一米长的 剩下的这个还有三米 那么大家看一看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点是在这个线段上均匀的取得 那么取得是落在中间 这个三米中间的时候就满足了 这里所结的两段都不小于一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概率应该是五分之三 第二个便是 我们说假设车站每隔十分钟发一班车 每隔十分钟发一班车 随机的到达车站 问等车时间不超过三分钟的概率 那么这一道题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 虽然它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而且不涉及到到线段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线段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取一个十分钟长的线段 假设这个线段长呢 是AB 它的长度是表示十分钟这一个时间段 然后呢 这个人等车时间如果超过三分钟 在这个地方就是前一趟车已经开走了 然后这个时刻呢 后一趟车才到 那么他等车的时间不超过三分钟的概率是多大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里取一点C 使得C点到B点的距离等于三分钟时间的话 那么这样一来 实际上就知道 BC的长度是AB长度的零点三 也就是十分之三 那么这个人 如果他在AC这一段时间来到达的话 那么他所等待的时间就要超过三分钟 只有当他在CD这一段时间到达的时候 他所等待的时间就不超过三分钟 因此这个问题我们就转换成了这样一个几何概型 就得到了答案就应该是 概率等于三比上十等于0.3 这是立一他的两个辨识体 那么我们知道了 有一些问题呢 他并不是明显的给出一个线段这样一个模型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他只有一个辨识 只有就是说 只有一维的变化 就是一个时间在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几何概型当中的线段的比 这是第一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 在直角三角形ABC当中 角A等于30度 这个角呢 是等于30度的 现在呢 还有条件就是 过直角顶点C 做射线CM 交线段于M点 注意了 这里所做的射线一定要与AB相交 一定要相交 那么他什么时候才能相交呢 也就是说 在这个CM 在沿着 以AC这个位置 绕着C点 在这样旋转的过程当中 只有当他旋转的这个角度 不超过90度的时候 他就可以 与这个AB相交 而且 现在问的是 求使得 AB AM大于AC AM大于AC 就是使得这个 焦点与A点的距离 大于这个AC 这个直角边的长度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时候它是相等的呢 当AC如果和AB相等的时候 那么这就得到了ACCP 就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个等腰三角形的顶角是30度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这一个角和这一个角呢 就是75度了 因此 我们在这里可以把这个问题 转换成什么样的问题呢 也就是说 我们当这个直线 射线CM 从CA旋转到了CCP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满足AM大于AC这个长度 那么当这个直线 继续这样旋转的时候呢 就保证了这个 当M点落在了CPB 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就保证了AM比AC大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角度 这一个一维变量 也就是说呀 这个长度我们求求的是75 这个角度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概率应该是 75度 除以90度 那什么是除以90度呢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范围 是在从AC到AB 这个过程当中在旋转 所以最后的答案 我们得到的这个答案 应该是六分之 这个地方是 这是75度 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 这是 这个所得出的并不是我们这个AC AM大于AC的 而是AM小于或等于AC的情况 所以呢 PA这个长度 这里是75 这里是15 因此我们用15除以90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 六分之一 那么从这两道题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凡是像这种一维的变量的 只含有一个变量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求这个概率 只要发现了满足我们的几何概率的条件 也就是说 在这里可以相当于是像一个无限场 像一个有限长度的 这个线段上去投点 然后呢 取它当中一部分的话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几何方法来 几何概型的这种方法来进行处理 这是例二 那么接下来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有关面积的问题 投标游戏中的靶子 由边长为一米的四方板构成 边长为一米的四方板构成 并将此板分成四个边长为二分之一的小正方形 那么这里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小方块 并将其中一个小方块图成阴影部分 假设把这一块图成阴影部分的话 那么大家现在看 实验室向板中投标 事件A表示 投中阴影部分为成功 考虑事件A发生的概率 那么这个题目呢 很简单 它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第二种类型的几何概型 也就是说用面积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正方形大正方形当中 有无数个点 我将这个标投到任何一点的可能性都是相同的 然后呢 在这个事件A表示的是 这个大正方形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将这个A发生的概率 就是等于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 就是二分之一的平方 比上大正方形的面积就是一一的平方 答案是四分之一 这个呢 很容易理解 所以呢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在街坛那 街边上呢 很多像这种投标的这种游戏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只需要经过简单的运算就可以知道 我们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四题 这个CB对讲机的问题 这个CB呢 表示的是一个人的名字了 他说是 表示的是这一个 呃 这个城市市民的波段的英文的缩写形式 两个CB对讲机持有者 莉莉和霍一 都为卡尔货运公司 为这个公司工作 他们的对讲机的接收范围为25公里 那么这个接收范围是指什么呢 是指离基地25公里的范围当中 都可以接收到这个信息了 在下午三点时 莉莉正在基地正东方向 好 我们来把这个图形来画一画 来分析一下第一 那么假设这里是基地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莉莉在正东方向 这个地方呢 是正距基地30公里以内的地 某处 这是30公里以内的某处 向基地行驶 而霍一呢 在下午三点时 正在基地正北 距离基地是40公里的位置 之类的范围类 假设我们在这里 把它定几个字母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图形 假设这个地方是 这是O 这是A 这是B 那也就是说 伊莉在这一段 在这个OB的这一段线段上运动 而霍一呢 在这个OA这一段线段上 霍一在这个OB这一段线段上 在运在活动 而莉莉呢 在OA这一段线段上活动 我们知道这里是40公里 现在呢 问的是什么呢 她说 试文在下午三点时 他们能够通过对讲机 交谈的概率有多大 他们如果能够通过对讲机 来交谈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想 这两个人如果能够交谈 必须两个人都在距离基地 在25公里的范围以内 那么在25公里的范围以内 我们来观察一下 事实上就是以O点为原心 半径为25的这样一个圆的范围内 他们就可以进行对讲了 那么大家观察一下 这个是一个 在这个范围当中 它是一个半圆形 现在呢 我们说 它在它的正东距离这里是30公里 它在它正北是30公里 因此那么总的是多少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 在这个范围当中 这个我们说 相当于这两个人 他在始终在哪一些范围当中运动呢 我们说相当于正东30 那么这个 莉莉的活动范围是在这一段里面 而会议的活动范围 是在这一段到这个 这样一个图形当中 因此这两个人呢 就是处在这样一个举行范围内 在活动 而现在呢 只有当他们都运行到 这样一个四分之一圆里面的时候 两人才能开始进行通过对讲机来 对讲交谈 所以我们这里就把它转化成了一个 这样一个几何概性 而且是用面积之比来进行处理的 所以这个事件 事件呢 我们把它记为A的话 那么A这个事件就得到了 这个是25公里 这个是25公里 因此就得到了四分之一一倍的 πR的平方 乘以25的平方 再除以这个整个矩形的面积呢 就是30乘以40 因此我们把这个式子算出来 最后得到的结果呢 是 这个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四分之 这个是1200分之 然后最后做出法得到的是90分之二 等于0.41 等于0.41 也就是说他们能够交谈的概率是0.41 在这里呢 同学们可能不太理解 说这个莉莉是在它的震东 30千米的位置 30公里的位置 事实上就是说呀 莉莉是如果来看这个 这个方向的话 它是在O点这个方向上 从东方东西来看 它是距离这个方位是30千米 所以莉莉的整个的 它的活动范围就是在这一条 假如我们建立一条直小坐标系的话 就可以知道这个莉莉 它的活动范围就是 X小于或等于30 大于或等于0 那么现在呢 获一它是在 距它的正北40公里的这个位置 这个范围内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 假设这个地方 建立直小坐标系 这是Y的话 就可以知道获一的 它的运动范围是 小于或等于40 大于或等于0 在这个一个大的前提下 然后我们再来算 什么时候 它们可以互相之间进行交谈 那就只有它们进入了 这一个离基地25公里的 这样一个圆面类的 这样一个范围类的时候 它们就可以进行交谈 所以我们用阴影部分的面积 来除以这个矩形的面积 这是一道实际的应用问题 我们把它转换成了 这个面积来进行处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第五 街道旁边有一游戏 在铺满鞭长为9厘米的正方形 塑料板的宽阔 宽阔地面上 置有一枚 半径为1厘米的小圆板 规则如下 每置一次交五毛钱 若小圆板压在正方形的边 可以重置一次 若置在正方形内 许再交五毛钱 可再玩一次 若置在或压在塑料板的顶点上 可获得一元钱 试问 小圆板压在塑料板的边上的概率有多大 我们把这个边长为9厘米的这样一个正方形给画出来 假设这就是边长为9厘米的一个正方形 我们要往这里面来投我们的这个硬币的话 投这个一厘米的小圆板 投这个小圆板 投进去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时候小圆板可以压在塑料板的边上呢 它如果要压在塑料板的边上 那就意味着 这个边 到它这个小圆板原心的距离是小于它的半径的 那么大家再想一想看 如果是刚好压在这个正方形的边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小圆板的原心 应该是离这一个边的距离应该是小于1的 那么一直我们来看一看 在哪一个范围里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 离这些边的距离为1的这样一个正方形 那么只有当这个原心呢 如果这个小圆板的原心 如果落在了这一个正方形的内部的时候 当然呢 这一个段长的都是等于1的 也就是说 这个小圆心 如果离开每一个边都大于1的话 那么这个小圆板是不会压到这些边的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里的话 根本就压不到这个边 只有当什么呢 当原心落在了这一个小正方形的外边 而这个大正方形的内边的时候 可以使得它压到这些边 所以我们来看 只有当原心落在这些位置的时候 它就可以压到我们的这个边呢 因此大家再看一看 对于这一个这个正方形来讲 它就是这一个范围里 那么要使得它能够压到这个边的话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大正方形它的边长是9厘米 而这里面的这个小的正方形的边长是 两边各减的一个1厘米 所以这是7厘米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呀 也就是说当这个圆心 小圆板的圆心 落在了这一个大正方形 减去这个小正方形的面积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小圆板就压住了这个边 因此就可以得到 考虑圆心位置落的中心边长 中心相同且边长分别为 7厘米和9厘米的正方形 围长的区域类 所以概率就应该是等于 9的平方减去7的平方 比上9的平方 所以答案呢 等于81分之32 这个题是什么样一个意思呢 也就是说呀 我们在这里只有当圆心 我们把圆心当成一个置点 这个点可以均匀都落在这个正方形内 当这个点如果落在了这一些区域类的时候 满足的提议就是这个压住了边 这个因此我们可以用几何盖型的方法来计算它 然后再看第二问 问小圆板压在塑料板顶点上的概率是多大 小圆板要压住顶点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顶点呢 落在了小圆板的这个圆内 那么落在圆内的话 那么圆心离小圆板的距离就可以找出来 就事实上就是以这四个小圆 这样的 只有当这个圆心落在了这一些小圆里面的时候 半径为一的这样的一些小圆里面 就可以保证了这个圆 小圆板将这个顶点给压住了 那么这些小圆里面 比方说我们对单纯对这一个正方形来讲 落在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这一些圆呢都是相等的圆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里刚好就是四个四分之一圆 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就应该是 这个概率呢就应该是由这个π乘以2的平方 就乘以1的平方 除以81 所以答案呢是81分之π 这里要有必要跟同学们提起同学们的注意的是 我们如何将一个问题 一个概率问题转换成几何概性去考虑 事实上的需要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抽象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小圆板盖住这些边 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就是圆心离边的距离是小于或等于1 如果要使得这个小圆板盖住顶点 那就是要使得小圆板的圆心离顶点的距离 要小于或等于1 于是就在一个小圆面内 这是我们的例5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例6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例6 这一道题呢 需要我们用构造这样一个几何模型 这个空间模型来进行处理 在线段A0到1这一段线段上 假设这里是0 这里是1 这是这一段线段上任意的去投点 假设我们在这里投的是PQ 这里是M的话 这样的任意的三点 保证什么呢 问有0至这三点 那就是这样的三条线段 OP OQ和OM 这三条线段能够构成三角形和不能构成三角形的 这个两个事件中 哪一个事件的概率比较大 那么要使得它能够构成三角形就是 任意两边之和要大于第三边 任意两边之差要小于第三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OP是小于或者1 大于或者0的 OQ呢 也是小于或者1 大于或者0 同样的 它也是在这个范围之间 既然都有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PQM这样的三点 可以想象成它有三个变量 既然是三个变量 我们可以考虑用几何概型当中的体积 这个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这里呢 既然这三个量都是0到1 我不妨用XYZ分别来表示这三个变量的话 用X来表示OP Y来表示OQ OM用Z来表示的话 那么这里的OP PQM 我们来看这个叫做表C当中 PQM这三点就落在了 也就是说落在了这样一个正方体当中 这个正方体到底边长为1 以O点为这个坐标原点 建立的这个指导坐标系 那么于是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OPQ 这里它的相当于有一个点呢 它要落在这个正方体当中 就保证了它的三个坐标 都是处在0到1之间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总的体积空间 这个空间呢 那么接下来满足题目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来选择一个 假如能够构成三角形的这样一个部分 我们把它找出来 什么时候可以构成三角形呢 如果要能构成三角形 就要满足它的三边之和要大于第三边 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任意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那么在这个图形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图形呢 那么当这个点落在什么位置的时候 可以使得这 它的三个坐标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的 可以构成三角形的 从这个图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P点落在什么位置呢 落在了 把这一个连起来 这一条面对条线OA OB 还有OC 这三条面对条线的长度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点均匀的在这个正方体当中投 投到哪一个范围呢 投到了这个范围就是 X加Y大于Z X加Z大于Y 还有Y加Z是大于X 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 通过这个空间几何的特点 我们可以知道 也就是当它落在了这样的三个三角形 AOBDC 所构成的这样的围成的这样一个平面 空间图形当中 我们来看一看 把这三条线连起来 就是落在了这一个范围当中的时候 可以保证它们可以构成三角形 那么我们来看这里 这一个白色的线围成的 这个是一个什么图形呢 它是一个三能锥 从这个图形当中看 它还是一个正四面体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可以发现 当点落在了ABCD 这样一个空间图形 落在了AOABC 以及D 这样一个两个三能锥构成的图形当中 这个白色图形画出来的是一个正四面体了 还要加上DABC 赚一个三条侧冷两两锥直的这个三能锥的体积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得到了这个概率 这个VT 它整个这个呢是等于1的 那么VG 这个也就是我们要满足情命 假如说用这个能构成三角形 表示G的这个范围的话 它就是等于什么东西了 就等于1减去 减去我们来看这个体积该怎么算呢 这个体积 首先来看这个 这个体积是1乘1乘1 三分之一 然后里面那个 这个是假如说这是1 那这就是根号2了 这个是根号2 这个体积就很容易算出来 最后得到 我们把这个体积最后得到的是二分之一 大家可以下去求一求 利用立体几何的知识求一求 于是这个也得到的是二分之一 于是我们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发现呢 能够构成三角形呢 它的概率是二分之一 而且它除以1就等于二分之一 所以能够构成三角形的这个概率是二分之一 那因此不能构成三角形的概率了 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说 这两个事件的概率是一样大的 这是这个题目 那么这个题很巧妙的把这个OA OPOPOM 把它变成了一个点的三个坐标去考虑 那就是这三个坐标只要满足了这样的三个条件 它就可以构成一个 就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的三边 根据这个特点呢 我们可以求出这个 由这三个不等式所确定的这个空间图形 与这个大的正方体 它们的体积之比 从这一道题呢 我们同学们可以体会到 事实上如何去选择 到底是用线段长比 区域的面积比 还是用空间区域的这个体积之比 去表示这个几何概性的问题呢 主要是要看这个变量的个数 当变量只有一个的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个线段长比方说时间呢 还有线段节的啊 这些问题可以用线段长这支比去表示 如果有两个变量 我们可以用面积去进行处理 那如果有三个变量 我们就用这样的体积去处理 这是例6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例7 随机的向半圆是 0小于y小于更好 像2ax减x的平方 a为正常数类 这一点 点落在圆内任何区域的概率 与区域的面积成正比 求圆点与盖点的连线 与x轴的夹角 小于四分之π的概率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圆 它是以什么来定义的呢 这个满足 把这个数字变一下形 得到的就是x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小于2ax 很明显它表示的是一个 整个圆面 但是又要求这个y是大于0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半圆面 圆心在a0 然后半径等于a 这样一个半圆面 现在呢 它说点落在圆内任何区域的概率 与区域的面积成正比 这句话呢 告诉了我们是均匀投点 那么把点均匀的投在 在这个半圆里面 所以事实上这个题目呢 它应该可以用面积之比 来表示它的概率 求圆点与该点的连线 与x轴的夹角 小于四分之π的概率 那么在大家看一看 我们首先做一条 与x轴所成的角 是四分之π的这样一条射线 那么如果在这个射线 与这个半圆 所形成的这一个区域内 任意的投点的话 都可以得到 它与a点的连线 与x轴所得到的这个角呢 是小于四分之π的 所以我们得到了 当点落在了 这一个阴影部分内的时候呢 可以使得满足 这道题的要求 那么我们在这里 可以用这个 这一部分的阴影部分的面积 来除以半圆的面积 所以概率就应该是等于 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呢 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一个等一之角三角形 也就是二分之一倍的a的平方 加上这一部分呢 是圆的四分之一部分 所以它就是等于四分之一倍的πa的平方 除以半圆的面积是二分之一倍的πa的平方 我们再来看一看 把这个式子变一下形 最后约分就得到二分之一 二分之a方的约料 就是π分之一 加上一个二分之一 这里就得到了这个点 与O点连线 与x轴夹角 小于四分之π的概率 这里仍然是用这样一个面积 来进行处理的 那么从刚才的这一些立体当中呢 我们看出可以 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通过转换 到底是转换成哪一种类型 是线段比 长比还是面积之比 还是体积之比 需要我们在这里动脑筋去分析的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 第八 它是一个关于线段长之比呢 还是面积之比 还是一个体积之比的问题了 随机的取两个正数x和y 这两个数一看 这是两个变量啊 遇到这样的两个变量 我们就要想到面积之比了 这两个数都不超过1 是求x和y的和不小于1 平方和不大于1的概率 那么大家看一看 这两个数都不超过1 那就是x是小于或等于1 大于或等于0 y呢也是小于或等于1 大于或等于0 那么这一个范围就决定了 我们的区域的总的这个面积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大的区域的面积是等于1的 是求x与y之和 那就是x加上y不小于就大于或等于1 而且平方和不大于1 那就是x的平方加上y的平方 是小于或等于1的 这样的概率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呢 首先是x是0到1 要在这个范围当中 实际上就是以10这一点和01这一点 这两点分别来做于x轴 y轴垂直的 这样的两条线构成了一个正方形 那么这一个表示什么呢 x加y大于或等于1 它是一条直线上部分 那就要满足什么呢 就是这是x加y等于1的这条直线呢 它是等于1这条直线 那么落在这条直线上方的部分 还要满足x方加y方小于或等于1 那就是表示一个圆面 事实上就是以圆点为圆心 这个半径为1的这样一个圆面 那么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 我们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阴影部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用面积来 面积之比了 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之比应该怎么求呢 它是这个半径为1的 这个圆面的四分之一 减掉这个正方 这个直角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概率 就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这个四分之一倍的 πr的平方r等于1 然后减去1分之1 乘以1的平方 所以这就是阴影部分的面积 除以一个1 所以最后的答案等于四分之π 减去1分之1 想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同学们应该说是 能够很容易很轻易的 在现在把它给做出来了 事实上呢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有关这个随机模拟的问题 我们说随机模拟就是利用电脑啊 它随机的得到一些数字模拟 或者随机模拟 下面我们来通过一道立体来进行说明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一个随机模拟的问题 那么随机模拟呢 就是利用电脑得出数字模拟 和这个随机模拟 我们来看这样一道问题 好 曲线Y等于-X的平方 加1 这是一条抛物线了 看一看 -X平方 加1 是这样的一条抛物线 它与X轴 Y轴 为成了一个区域为A 与X轴 Y轴 为成一个区域为A 然后曲线X等于1 Y等于1 这是曲线X等于1了 Y等于1是这一条曲线 Y等于1 X轴为成一个正方形 那么这个正方形表示的是这一个部分 现在向正方形中随机的撒一把芝麻 利用计算机来模拟这个试验 并统计出落在区域A类的芝麻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说与X轴 Y轴是为生的一个区域呢 我们指的是在Y轴右侧的这个区域 与Y轴 为成的Y轴右侧 的一个区域A 现在呢 它说落在这个A类的芝麻数 与落在正方形当中的芝麻数的个数 这一道题呢 我们通过电脑来进行模拟之后 我们是这样来做的 这里有一个表 大家下去之后呢 把我们就按上这个表来看一看 也就是说呀 我们由计算机产生了两粒 也是0至1之间的这样的随机数 它们分别表示的是随机点XY的坐标 那么大家来看一看 落在这里呢 这里的坐标呢 X是处在0到1之间 Y也处在0到1之间 如果一个点XY满足 Y小于或等于负X方加1的话 就表示这个点落在了区域A类 在下表中 在我们这个表当中呢 最后一列相应的就填上1或者0 也就是说 当它落在了A这个区域类的时候呢 我们就填A 如果没有落在区域A类就填0 这里是两个变量 好 然后呢 X分别计算的得到的是 这些数据呢 同学们下去之后可以再看一看 通过这里我们可以模拟 最后得到 这个点落在A类的比 和落在这 落在A类的这个大致的数目 与落在这个正方形的这个数目 最后得到的区近于多少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A事件 也就是落在这个区域A类的 它的概率是多大 这个呢 用电脑来进行随机模拟之后 和我们所利用这个公式来求的 的这个结果呢 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大家要注意的是 在这里如果要真正来求的话 落在这一个区域内 和落在这个正方形的面积 很好算 落在这一部分里面呢 我们要通过后面的 要学习的 为积分的思想来求出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来求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利用电脑来进行模拟 这个问题呢 需要我们同学们此实际的操作 在这里呢 我们也就不再去 对它进行过多的去阐述了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事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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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